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烤饼入口 让舌尖仿佛来到印度旅行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很正宗 然后是很独特的印度香料味 然后我在别的地方都没吃到 如果吃腻了鸡肉 还有扁豆羊小排 先在锅内调好新香料 香料酱汁跟炖过的羊肉一起煨 还要加入煮过的鹰嘴豆 这道扁豆威羊小排 在印度料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事前制作耗食又费工 是全台湾首次引进这道美食 羊肉没有任何腥味 搭配扁豆香气 吃过的人都赞叹不已 它这道香料的这个炖羊肉 我觉得比外面好很多 它没有羊香味 然后它没有什么腥味 然后它的香料里面 就是城市很丰富 吃完主食少不了米食 这一道香料完美融合 坚果葡萄干更是缺一不可 再跟印度长米快炒 这道菜叫做克什米尔香料饭 因为克什米尔山上有雪覆盖 所以用椰丝当作下雪意境 克什米尔也盛产羊毛 为了呼应羊毛质地柔软 当客人把米饭椰丝搅拌时 吃起来口感就宛如羊毛般绵密 它的米比一般的米还要长 然后它里面有加了很多料 我觉得它吃起来很好吃这样子 就像人家讲的就是说 看起来就像黏羊的毛一样子 然后上面还有雪 很特别啦 这些道理都是出自印度厨师 迪拿斯之手 13年前这家餐厅印度老板 辛培奇因为经常到台湾贸易 找不到适合印度餐厅艳客 决定自己开一间店 因缘机会下 找到当时在印度饭店工作的迪拿斯 我希望去外国 老板给了我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我来到这里 然后我看到这里的环境很好 所以我们的公司也很好 所以我来到台湾 迪拿斯发挥自己锁肠 还把台湾食材结合印度香料 做出来的美食也能很道地 我们可以比较这些食材 这些食材和这些食材 这些食材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的食材 这些食材 这些食材我们可以放在那里 我们可以做一样的食材 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很道地 那就是当然我们料理的厨师人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香料 我可以就是很确保我的香料是新鲜的 把香料发挥淋漓尽致 做出令人回味的印度菜 要让品尝过的人沉浸在异国氛围里